浪姐不愧是综艺界的顶流 第四季一经开播就是爆款趋势 播放量 热搜量 话题度全面领跑同期综艺 芒果有望打破 单季爆 双季卡 但魔咒 浪姐四首期节目名场面不断 真人秀环姐有笑点 有泪点 有真诚 有争议 姐姐们的出舞台质量虽然参差不起 但她们对于舞台的重视可见一斑 在出舞台结束后 陈佳化 刘亦云 卢靖山 谢娜和孙岳成为了第一批创始人 抢先拿到了争夺成团位的资格 随后的义工分足选曲 也拉高了观众对于节目的期待值 经过一系列疯狂营业 以及延播一天的小插曲后 浪姐四义工于5月13日正式开播 仅仅目前直播了上半场 但芒果依然没有令观众失望 他们在成名义人竟演综艺领域依然是霸主 义工的赛制相对简单 33位姐姐分为了9组 3个5人组 3个4人组以及3个2人组 同阵型互相PK 同阵型中的第一名全员晋级 并再释放3个创始人席位 其他两支队伍已有的创始人 暂时卸任且全员危险 6支危险队伍中 个人喜爱杜莫5位的姐姐将淘汰 上半场尽管只播出了5人阵型的谢娜组 刘易云组 贾靖文组以及2人阵容的 宫营纳美伊里亚组 丹浪解释的高质量已惊险而易见 吴美依旧震撼 赵赵回归后提升了编曲质量 全新加盟的舞蹈总监经纬的实力也备受认可 谢娜组空拳第一 但尬上热搜 谢娜 黄里莹 刘亚瑟 吴优和曾可尼第一个登场合作了周杰伦的经典龙拳 舞台融入中国大鼓 中国功夫和戏枪 为浪解释的第一次公演开了一个好头 最终拿到了847的高分 目前暂列第一时至名归 浪解释一功舞台更大这件事 观众再出舞台就已经见识过 凯莉姐姐当时甚至没有找到主舞台的位置 但龙拳无疑又展现了这一季舞美的全新升级 但意外的是 龙拳尬 这个词条迅速登上了热搜第一 网友吐槽谢娜组全员用力过猛 表情管理油腻 喊得那几声 但很尴尬 甚至被调侃不如刘更宏在直播间跳的健身操 至于原因 笔者认为大概有两点 其一就是龙拳这个舞台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五位姐姐太想展现出力量感了 反而过犹不及 其二就是队长谢娜属于一招黑体制 某些评论真的就是尬黑 不少观众甚至都还没看完义工上半场 如果观众看完义工上半场的话 就应该知道龙拳不仅没有热搜中吐槽的那么差 反而是四个舞台中最好的一组 国风元素和舞美融合得很好 战列第一没有太大问题 刘亦云组Problem一难评 朱朱绝美 刘亦云 曲颖 朱朱 黎莎明子和吉娜唱跳了大热英文歌曲Problem 这是赵赵认为义工最难的歌曲 但五位姐姐全员实力在线 整个表演兼具性感 力量和态度 金冠志拿到了817分 但虽败油荣 唱跳全能的队长刘亦云 Carrie全场 朱朱出舞台虽然被吐槽不尊重理睬化 但在这个表演中绝美 果然是最适合烈焰红唇的女艺人之一 吉娜的女团表现力与东北口碑形成了鲜明对比 曲颖和李莎名字同样表现抢眼 是一个非常各方面都非常均衡的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 龙拳尬 The Problem怎么会输给龙拳 同时登上了热搜 而且位置是紧挨着的 大量观众表达了对Problem的一难评 从整体质量来说 龙拳和Problem其实都很好 30分的分差也确实不大 至于为什么前者能赢 谢娜的高人气无疑为他们组加分很多 浪姐是一个由现场观众投票的竞演综艺 那么结果必然不会被所有观众认可 试想一下 如果拿到第一的是刘亦云组 谢娜的粉丝们也会一难评 龙拳怎么会输给Problem 也会登上热搜 对于节目组和芒果来说 仅仅是一宫的上半场 就能引起全网热议和争论 这对于这季节目的彻底出圈是好事一件 那些质疑浪解释阵容国名度不高且会扑街的网友 狠狠被打脸了 贾静文组低分不冤 徐怀玉滑水严重 在一宫上半场的四个表演中 贾静文 徐怀玉 陈奕涵 李彩化和王嘉宇唱跳的路灯下的小姑娘 只拿到了764分 暂列倒数第一 但有一说一 这个低分并不冤 究其原因 徐怀玉绝对应该背过 身为队内唯一一个专业歌手 而且舞台经验最丰富的成员 但徐怀玉的表演却配不上他的资历和人气 正如一宫刚录完的网传信息一样 徐怀玉严重划水 尤其是变魔术那个环节 徐怀玉忘记动作苗队友的镜头很明显 而且在和贾静文的商人大特写镜头中 他的动作也是慢一拍的 当然了 芒果的剪辑其实已经非常友好了 脸部特写和远景特别多 后半段的镜头几乎避开了望动作的徐怀玉 算是对他很有好了 毕竟他的人气确实不低 对于舞台表现 贾静文直言不满意 徐怀玉在后彩中虽然也承认 因为自己给队友带去了压力 并且表达了歉意 但大量观众还是难以接受 浪节已经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综艺之一 是娱乐圈很多姐姐梦寐以求的舞台 但徐怀玉却不珍惜 对舞台不尊重 滑水严重敷衍了事 真不如把机会让给多次自见失败的刘美涵 和杰等超女快女 花海神仙舞台 美伊里牙唱功强 一功上半场的前三个表演都是唱跳舞台 龚琳娜和美伊里牙的唱乐舞台花海看似优势不大 但最终效果堪称 神仙舞台 龚琳娜和美伊里牙合作的是终日双语版 互相挑战了对方的母语 诚意十足且质量够高 唱和演都很绝 尤其是花雨降落的那一幕唯美且震撼 值得一提的是 美伊里牙在二次元粉丝们的助力下 在官方的预约百万直拍 活动中的人气值已经达到了五千六百多万 远超第二名谢娜的一千万出头 是本季名副其实的人气王 美伊里牙再出舞台就展现了自己的vocal能力 而在一功的花海舞台中 她的唱功再次被公认 不仅没有被龚琳娜碾压 而且是旗鼓相当的程度 她的路人员应该也会大幅度攀升 综上来看 一功上半场围浪解释开了一个好头 虽然路灯下的小姑娘是瑕疵 但芒果汁这个领域的实力不得不令人幸福 难怪没有其他平台敢再进入这个市场